哈囉大家好 我是Tofi的小編 今天要來帶大家開箱Tofi的氣炸烤箱 這次推出的是Tofi最經典的代表色綠色 清新可愛的淡綠色還有復古與時尚的外型 顏值絕對是烤箱界的天花吧 不只外型超美 內裝也是很完善 這台烤箱呢 它隨附了集洩盤 吊在烤箱底部的食材 也不用擔心很難清潔喔 再來是烤盤 像比較容易出水及油脂的食材 就可以使用烤盤烹調 那這是烤網 可以用在氣炸料理 烤魚等等 烤架則可以用在像是烤番薯或是烤蛋糕 這類有模具的料理上 還有隨附一個把手 取出食材的時候就不用另外再找個熱手套啦 說明書跟保固書也附在裡面囉 配件都可以收納在烤箱內 它的體積非常小巧 但是內部的容量大約10到11公升 可以烤全機是沒有問題的 加水口的蓋子可以加入10cc的水 蒸氣效果烤出來的吐司麵包外酥內軟超好吃 那功能方面它有五種模式 分別是氣炸 烘烤 燒烤 慢烤 發酵 那發酵呢 它是原廠設定的40度 其他模式你可以調整60到230度 時間的話呢 是0到60分鐘 一啟動烤箱呢 照明燈它就會亮起 可以從玻璃的窗口隨時查看料理的進度 現在就來試用看看吧 像小編要氣炸炸物的話 我就會使用烤網加烤盤 因為氣炸會將炸物的油逼出來 那下方的烤盤剛好可以接住油 哇 超級香的 有這台半夜肚子餓就不用跑出去買宵夜啦 只要冰箱多被幾包冷凍炸物 超方便的 除了當氣炸鍋外 它的烤箱功能也很強大喔 是可以分上下火的 那因為它是低溫60度起 所以想要自己烤果乾的話 就是一台乾果機啦 另外有烘焙興趣的朋友們 這台還可以當作發酵箱 一級多用 CP值是不是非常的高呢 以上就是今天的開箱啦 如果有想要看更多 這台氣炸烤箱可以做什麼的話 可以追蹤Tofi的Instagram和Facebook粉專 小編常常都會PO文喔 那如果有其他想看的 也可以留言跟我們說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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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